汉字魔术又要开始了 怎么是我呀 太不好意思了 三个口落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呢 小猪熊 想一想 你刚才在做什么 我在品尝肉包子 对了 这个字就读品 品尝的品 我们再来变一个汉字 这个汉字也是三个汉字 落在一起组成的 天上有三个太阳 三个日子组成的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三个太阳在天上 大地一定特别明亮 对了 这个字读经 亮晶晶的经 三口品 三日经 汉字真的很有趣 我们还是继续 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不用说了 这个字一定表示月亮 小猪熊猜得很对 这个字读月 表示月亮 太阳和月亮都在天上 这只有在天刚亮的时候才能看到 这正是天明的时候 这个字就读明 明亮的明 来猜一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字 这个字我认识 这个字读白 我知道了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 这是白天到来的标志 小猪熊解释得很好 我们再来变下面一个字 这个字一定读水 现在我们用的简化汉字水 还是和弯弯的流水有点像呢 又要开始变了 这个字读泉 泉水的泉 白水泉 太有意思了 品 破音品 品尝的品 鸡 鸡 鸡鸣鸣 亮鸡鸡的鸡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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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的月 明 摸鸣鸣鸣 明天的明 白 不矮 不矮白 白天的白 水 是微水 河水的水 泉 七月 岂月 泉 泉 泉水的泉 三口品 三日经 日月明 白水泉 小朋友 今天我们又认识了一些新的汉字 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故事讲给爸爸和妈妈听 再见 见 宝贝